南非活包下铁板滋滋作像 搭配天鹅绒 还有松露波特酱汁 新鲜海鲜味 佐以双酱 让口感层次升级 定位食材还有这一味 加勒比海龙虾干肩 搭上咖啡酱 吃起来有印度咖喱味 法式和东方碰撞 味觉响咽 在嘴里上演 Prime等级牛小排 干肩搭上米其林餐厅 指定马尔顿海盐 同一个套餐里面 还有北海道M级干贝 天使红虾 日本湿鱼广岛豪七种顶级食材 沙拉甜点加上服务费 1600块有兆 开幕以来 其实我每天大概都是 九成到全满的一个状态 而且消费者目前都已经在询问 除戏业 当天的一个定位 新天地餐饮集团 以进货海鲜食材成本低的优势 在今年11月开立了 铁板烧新品牌 原本要价3000多的食材 价格几乎折半 分量不多 但能够小偿各种顶级海鲜食材 抢供中高价位铁板烧市场 不过也有餐饮集团 早就嗅到铁板烧商机 网品集团原本旗下 就有的铁板烧品牌夏慕尼 预计在今年12月 会再创另一家铁板烧品牌 和市场上千元以上价位的铁板烧 比一比 网品集下半钱铁板烧 消息还没公布 不过私下透露 价位预计在2000块以内 12月开幕主打和牛铁板烧 新天地集团的乐魁 价格1380加一成 可以吃到7种顶级海陆食材 另一家在近几年崛起的 出于铁板烧 价格1600块加一成 主打日料无菜单 北中南已经拓展18间分店 看好铁板烧 大概有70亿以上的一个市场份额 品牌 或是我们第三个铁板烧品牌 高价位千元以上的铁板烧 吃巧不吃饱 成了业者比价比食材的新战场 听片全文旅正成 罗维新台中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